OK,就是不好意思,因为之前就是大家时间安排上的原因吧 所以我们这次会议稍微往后推迟了一些 然后也是做一个阅读的交流吧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基金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变动情况 然后再有后续一些我们俱乐部的一些 就是换届的一些事宜也跟大家交代一下 那我们还是先从这个更新我们的情况开始吧 那瑞祥你这边要不你们小组先来更新一下周期电信这个这边的情况 好的 应该可以看到吧 没问题 OK,那直接开始 那首先来更新一下就是Delta这边的情况吧 Delta的话主要因为是航空国嘛 所以都是比较关注一些宏观层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目前的话其实美国的 是经济的一个衰退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了 总体的PMI持续的在走低 那之前的话主要是需求的下滑 目前的话其实制造供给端的下滑其实也是有点显出了 比如说制造业的新订单还有服务业的成本都进入了一个下行的趋势 所以说估计这边的话会导致供给端的一个现金流消耗的增加 所以对于大美航空来说的话短期其实会影响到它业绩的增长的潜力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主要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所关注 就是燃油成本还有飞燃油成本 最近的话因为随着加息的到来都有一定程度的下跌 那公司的话其实目前预计公司的收入在低技术的一个情况下 将增长15%到20% 之后的收入的增长 会与美国GDP的增速保持一致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公司的支援的 之前有公司的管理层表示呢 是希望将美股的收益增加到7美元 然后free cash flow这边的话是希望增加到40亿美元 他们其实已经在管理的那个指引中明确给出这一点 所以说他们对2023年还有2024年 其实表示表示这个相当大的信心了 这样子当然公司这个指引 当然很有很大的可能是在画大饼 如果我们抛开管理层的指引不谈的话 我自称是认为公司在过去低技术的一个情况下 未来很自然的就是能够获得业绩上的一个增长 所以说目前会继续持有 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中东快递这里 目前的话第四季度的报告已经出来了 就是公司的市场份额实际上是持续提高的 包裹量的话已经来到64亿 市场份额的话扩大了1.3% 来到了22.1% 然后一如既往价格战的业绩修复还是持续的 价格坚挺的 就是推动调整后的一个净利率增长63.1% 来到了人民币19亿元 然后很显然的毛利率还有利润率的一个增幅呢 都显著大于收入的一个增幅 这个其实是体现了公司量跟价的提升 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 所以而且如果我们对比中通快递跟他的同行 比如说顺丰跟元通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中通在这方面 中通的利率率是21.2% 然后顺丰跟元通的话分别是2.8%跟7.2% 所以说这一方面中通话当然就是继续持有 我们还是持续看好的降本能力的 对在这个在财报上其实已经是有所体现 第三个的公司的话就是运达 运达这边的话 说实话他的整体质量还是不如中通 而且Q3的季度还是比较低的 而且第三季度 目前第四季度的报告还没出来 所以我都是引用第三季度 而且运达的话利润率 也在第三季度有一个大幅的下降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等到行业出现拐点以后 我们才会卖出 目前的话其实亏损是比较大的 这样子 最后的话是龙基 这边的话就有周琪来稍微给我们做一下讲解吧 喂 龙基这块最近主要动态就是规料价格这个下降了 终于来了 年底 年底 不好意思 年底是 年 年底是相对光谱装机的传统旺季 传统旦季 并且同时呢 同 今天身体不太好 同时呢 这个 呃最后同时 呃 呃 呃 周琪还是同时那个产业链这个对归料的这个 看跌情绪比较明显 所以都在压着没有拿货 那么4个环节4个环节中硅料硅片 呃电磁片和组件四个环都有明显下降 其中呢呃硅片是压力是相对较大的 硅片和硅料这两个市场的话比较多 比较多的 然后电磁片是相对比较紧圈的环节 木页是蛮蛮消的状态 但是但是也是 呃跟随上游降价出现了一定的那个这个回调 嗯 嗯然后组件也是跟着上游一起就是降价了 我们就是觉得这个等了呃等了一年多的降价 现在总是终于是来了 嗯 是啊我现在38度啊呃等了一年的降价 现在终于是来了 对这个整个行业的拉货都会有这个 都会有明显的这个提升 但是对硅片业务会有一定的那个成价 这是那个呃呃总计呃总计这个这个月的主要变化 呃然后我看就是可能呃有同学对那个立讯还有一点那个问题 我在这里就是呃一起回答一下 是呃是哪位同学 有没有吗 那彩虚你这边是想要更多了解立讯是吧 对就是就是就是立讯买的是耳机的修复还是说手机的修复 你还行 呃短期的那个逻辑我我那个已经之前应该是讲的呃呃呃 讲的明显那么我就是着重强调一下这个长期的 呃 呃长期呢就是目前公司规划的下一个增长点是汽车电子 呃汽车电子 呃 呃汽车电子也是公司故居比较 公司布局比较久的一个一个业务 但是一直量没有出来 那么目前看也是公除消费电 消费电子外的那个下一个增长点 因为未来的消费电子那个增长点一个就呃一个就是小的就是血糖检测吗 前代大的就是vrr然后最大的肯定是最大肯定是汽车 呃所以肯定得进汽车 同时的起家业务呢就是从连接器 连接器做起来的 所以底子是非常不错的 呃然后这次也是跟这个奇卫合作 呃补全了整车制造这块的 呃短板 那么目前来看呢 呃公司还是 呃合资公司是由奇瑞做主导 缺乏的制造环境接给奇瑞的做公司做电子 然后主要是为了呃带动公司的那个呃汽车电子的这个业务 呃但是呢就是汽车汽车电子过来 现在还没有投产啊等过来两年投产 呃可能相对是一个比较竞争激励的一个 呃激励的一个业务 那么为什么觉得公司可以做成功 当然甚至包括 呃包括出奇瑞电子以后以后未来的那个呃其他业务啊为什么能做成功呢 呃 主要主要太难受的话呃不好意思 我周期你先好好休息吧 最近确实大家都对都不是很容易这个状况 呃不好意思另外 没事没事 辛苦辛苦 呃好的那 那我们周期天新的目前就到这里 呃还是一样吧就是 嗯 这个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还在关注的股票 然后目前的话是已经有对立讯 还有那个呃 呃沿护股份提出了一个买入的一个要求 呃这样子 对要是你们对于这两家公司目前有什么问题的话 呃欢迎就是在这海区里面向我们提问 好的 那我这边的汇报就到这边 好的 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先大家都汇报完 然后再统一啊我们再做交流呢 凯盛你这边互联网这边也来汇报吧 好的 呃大家好我简单做一下关于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汇报 然后呃互联网小组的一个汇报 然后首先的话是我们先看到 C这家呃东南亚的一个小腾讯的这家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的话在第三季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呃 披露上面的话表现是比较好的 就它的总收是32亿美元 然后增长了17.4% 然后在这一部分的收入里面是虽然说是好于市场的30.1 呃亿美元的 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在电商业务的话 其实它的增长是已经有遇到了一些瓶颈 然后目前的话我们更看重的是 它在这一块的一个收 呃业务的一个收入 也就是这个呃数字的一个支付的一个钱包 这一块的一个收入 是有很明显大幅度的一个增长的 是增长了一倍以上 所以的话我们也看好数字支付业务 在这一块C这家公司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也可以在未来成为公司主要的一个呃动力 然后并且游戏业务的话表现的话是呃不及预期的 反而说在营收上面的话是比去年同期的话是跌了 然后的话这家公司在呃 其实他们的经营一向以来就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包括公司在呃也是一直处于亏损的一个状态 然后但是公司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 就是呃Shopee快速的进行裁员 然后改善了公司的一个净利润的情况 并且他们的管理层也主动去进行降薪 然后并且在裁员了之后在我们在扣除遣散费 和提前中止合同的违约金这些之后呃这个 EBITDA的话也是EBITDA也是呃增长了49.7% 然后虽然说还是负数的但是呃这个亏损是大幅度的减少 然后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数字金融业是C这家公司 增长动力较强的一个行业 我们预计的话未来会可能在两三年内的时间内会超越 游戏行业成为这家公司第二大的一个经济支柱 所以呃第二大收入的一个支柱来源 所以的话我们会继续的观察这家公司的一个表现 然后第二家公司的话是关于京东 京东的话呃在这个季度披露的一个财报来说的话 是表现是特别特别好的 就是集团的净收入是2435亿元 然后同比增长了11.4% 然后是超出了市场预期的 然后调整后的净利润是100亿元 然后净利润的话是达到了翻倍的一个增长 然后这一次的话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增长 主要归功于呃 呃 京东的管理层还有他们 呃京东的业务方面 是聚焦于核心业务 然后降本增效 然后在活跃用户方面 在截至第三季度末期的时候 京东的年活跃用户达到了5.88亿人 然后净增长750万人的这个增幅 然后的话在业务方面的话 京东呃 不管是京东物流还是京东的一个电商 还是京东的一个新业务 新业务包括京东产发 京西还有海外业务 等等其实都是呃表现的特别好的 尤其是新业务增长的方面 从去年同期的亏损呃 亏损20.73亿元 然后到近年的一个经营利润 已经达到了2.76亿元 所以的话这个新业务也是我们持续关注 京东未来业绩表现的一个方面 然后京东这家公司 对就是我们给他的target upsides 是36% 然后是75.5美元 然后下一家的话是美团 美团这家公司的话 第三季度的营收是626亿元 然后同比增长了28.2% 然后利润为12.2亿元 然后的话是也是实现了 扭亏为盈的一个目标 然后这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它的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的收入稳定增长 以及新业务分布 尤其是商品零售业务的收入强劲增长 所推动的 然后核心本地商业的收入是463亿元 然后增长了接近25% 然后的话新业务增长了接近40% 然后经营亏损68亿元 然后新业务的经营亏损也大幅度的是一个收载 然后这家公司的一个年教育的一个用户也是增长了2.9% 然后增长是6.87亿 然后在财报中美团也表示 这个增长是受到了其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的一个收入的稳定增长 来导致的 然后这个核心本地商务业务的话 是包括了餐饮外卖 到店酒店和旅游分布 然后比如说美团闪购啊 民宿以及交通票屋这些 然后刚才所提到的新业务 就是美团的新业务的话 是包括了美团优选 美团买菜 然后网约车 共享单车 共享电单车 充电宝 餐厅管理 等这些 还有其他的一个新业务 所以的话 这个是美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然后还有比较 超出我们预期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腾讯音乐这家公司 腾讯音乐这家公司 在上个月到这个月之间 实现了96.3% 然后最高的时候 是105%左右的一个profit 就是我们的 我们买入的时候 是在4.02美元 然后但是最高的话 有到8.3美元左右 所以的话 这个腾讯音乐 是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超出我们的预期 不只是在股票表现上 也是在公司的一个业务收入上 其实腾讯音乐 之前我们很不看好的是 音乐这个行业 或者说这个 这个行业内 他们的一个做法 就是或者说 他们的经营 其实越来越不好 然后包括了 热活用素 热活用素 这些都是一直在下降 但是在这一次的财报 披露上面 公司持续的深化 体质和增效 然后坚持创新 然后不断穷实业的一个布局 然后导致就是公司的管理层 不断的做出改善 然后采取一体两意的一个战略 持续的为公司提供全方位的内容服务 还有助力产品的一个产品服务内容的一个升级 然后包括了平台在听看唱玩 这四大音乐娱乐体验的一个持续升级 然后还有创新 才导致了公司在这个季度的一个业绩方面 也是持续的一个增长 然后可以看到这一季度的一个收入的话 是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八点七 然后然后它的一个在线音乐订阅人数 也是达到了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三 然后达到了二十二点五亿元 然后公司管理层对于未来的预期是比较乐观 就是他们预期的话未来就是随着腾讯音乐在这个行业内 逐渐的重新回到了领导地位 所以他们会对未来的一个前景更加的看好 然后这家公司的股票的话 目前也实现了百分之一百的一个 接近百分之一百的一个增长 所以我们也会考虑在近期内去卖出这只股票 然后最后的两家公司是世纪互联 世纪互联的财报整体来说的话是符合预期的 就是符合我们的预期以及市场预期的 然后就是公司的话是继续会继续专注于 满足市场需求的一个高质量可靠的IDC服务 IDC服务是互联网数据中心的这一项服务 也是这个公司的一个主营业务 然后中国移动的话并没有特别的一个新闻 就是但是的话在就是整体的话 我们物联网小组的一个 呃portfolio的话是表现的 在这一个一月的表现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我们之后的话也会考虑去调整一些仓位 嗯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分享 好的那接下来财圈你这边先来吧 我在共享了吗 哦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啊好那我先先先update一下我们目前股票吧 然后可能大家不要关注就是个人嘛跌的比较气气惨惨的 然后可能前两个月我刚好都不在然后没有办法很好的 dress that question 然后就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就具体发生了什么对吧 就是他就发了个公告说啊某某主要产品啊啥啥啥的 然后就被大客户停了单子 然后这一跌就跌了个百分之二十 就是从从来公告出来了之后 然后主要那个订单影响的就是啊 嗯 girl appos pro的二那个订单嘛 然后想说明一下当初买入girl的时候 主要是看好他长期VR AR或者XR这方面 他的那个micro share的playbook对我们来说那个是比较属于长期的价值 然后当然appos pro或者说appos这方面耳机这方面也是他 他算是他大本人的地方嘛 然后在这儿丢了一个大单子 确实就是也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呃对然后就是相当于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买入逻辑 就第二点那也相当于整个逻辑就是burn了嘛 对但是我们觉得这整个公司 他业务长期的那个价值是没有变的 第一就是AR VR就是今年大环境特别不好嘛 然后明年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低的预期 觉得说年初或者到半年会有一个 尤其是在US就是developed market那边可能会跟猫的 recession 这对于对这产品来说甚至甚至是apple的iPhone 然后延伸到下面的apple pro什么的都会比较差 啊相当于啊就是说那个proxy就是说AR VR这方面的产品的需求 也会跟这个会比较低迷 但是呃但是我们觉得二三年年底之后会有一个反弹 然后作为呃全球就最最大的就是 Oculus Quest然后Pico这些独家的供应商我们觉得各是能够 从中获益的然后还有可能第二第三点就是智能手表这块 它是华为Phibee这方面可能跟健康大健康这方面比较 契合的主机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然后智能耳机这方面 AirPods Pro我们觉得那个单子丢了也很难再找回来 但是目前的那个就基本上其他的比较低端的 或者说就是mass consumption的那种AirPods 或者说普通的耳机或者是Android的耳机 我们觉得那个大单子还是不会丢掉的 所以暂时就是不会说短期一年之内不会对这个股票有报有太多 或者说太大的期望 只是说可能想说三年之后当大家把AR VR的整个逻辑给理清楚了 就Market会去appreciate了之后希望那个价格能反弹到至少高于cost price 然后我们能recover一些吧然后才打算去卖出 然后这方面啊这个赛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下调的整个revenue 就可能一开始对于二二年以及二三年的那个revenue 也会帮得比较高 但是二二年就是因为这个丢了一个大单子的事情 然后对于你的inventory就是你整个产能利用力都会有影响 然后这些都有整个input进去整个model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growth for 2022年或者2023年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们觉得23年 second half的话会recover 所以就是整个下调的也没有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从中就是整个对girl 我们就是一开始买girl的时候是看好 它提一是AR VR大方向 第二是它整个苹果的产业链嘛 觉得苹果产业链会比较稳妥 然后它又是苹果长期以来合作的非常大的 又所谓说有一些价值贡献 就是说它技术上是能够给苹果提供一些帮助的公司 所以才买入的嘛 然后就去就是跟公司的人 比如说公司的人就是跟就是broker 就是说卖房的全商闻聊 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毕竟就是这个长期合作了挺久了嘛 然后就是说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当在搞这个Apple Pro的时候 就其实已经跟哥尔说 就是不用哥尔这个单子了 那主要是因为说苹果那边 它看到了需求P1 然后同时它整个两个大单子 就是要么在立训 要么就是在哥尔嘛 那哥尔因为之前 它整个pricing strategy会搞得比较高关 不高关 高端 就是它整个premium margin会做得比较多 所以它整个价也会调得比较高 所以就会先拿那个哥尔给开刀 然后哥尔它自己本身 它又有什么做得不太对的地方 导致于就是能够让人家拿着枪子 怎么说呢 就是把它给打掉嘛 就是说哥尔它自己就是 就是它用了很多那个defective的app 它去recycle 就是对于它而言是想要节约成本嘛 然后它还就是 就是房间消息就是说 它用了一些amirified的supplier 然后当然就是它自己本身的那个产能力 就是整个yield就是也没有跟上 没有力讯的好 所以这其实这整个四个点 就是左下方四个点 其实这是一个行业 其实皆知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上不会说因为这些问题就会 就会就是大家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 会导致说Apple就苹果这方面 直接把单子给切了 但是今年去做了这样的事情 是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就是supply方面就是说 苹果先看到了demand这方面跟不上 然后supply这边有很多 预料不到的因素嘛 如疫情啊supply chain这样的一些 然后还有那个成本提高的一些问题 所以就是直接先拿歌给开刀了 对然后又放 就是就是之后就是 就是understanding整个Apple的这个manifestation 然后就是觉得说 大家整个整个大家都会 就是Margaret都会在聊说 Apple很可能它 它想要diversify更多一些 它是supplyer 所以它就会很很 就会更加的去 呃严肃不说严肃吧 会仔细的去看一下 哥尔和力讯现在整个产业链 是怎么样的情况的 就是首先就是想要节约成本嘛 然后哥尔就先第一个开刀了 然后有房间消息说 Apple想要找第三个supplyer 然后我觉得这对于哥尔 或者说是力讯来说不算 或者说整个现有的产业链来说都不算是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因为当他们找了第三个supplyer之后 会对于整个pricing啊 就是或者说margin 对于现有的supplyer都是不是一件好事 然后对于各个公司的主要impact 就是说哥尔就是Apple's Pro 我们是觉得暂时不会有新的订单 就是说Apple不会那么快的去重启说 让它再搞Apple's Pro 但是其他的Apple 或者说其他像啊 一些microphone 就是iPhone上面的microphone的 这些business才是不会被affected的 力讯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 就是刚刚另外一个小组推了力讯嘛 所以我就比较想了解它对于苹果这方面的影响 但是但是就是周期现在情况不好 我们可以过后再聊 就力讯大家讲的是 现在股票涨得比较好 大家都觉得哥尔丢的份 全都跑到力讯那儿去 但是也有一些行业的人说 其实力讯能涨的份额也不会太多 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supplyer了嘛 然后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方面的appreciation 也是太高了 所以这是对于力讯的一些小小的款式吧 这大概就是整个 就是因为我负责Cover的个人 就是对于哥尔这样的一个复盘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过到下一支股票 重年你要说说牧原吗 我大概来update一下就是说 其实一个update就是说 就是每个月的一个出来嘛 然后前十一个月是出来五千五百万头 然后公司的年初的一个指引是说这个五千到五千六百万头 所以所以其实是就是已经要超完成了 然后最近的话就是公司上调到就是全年的指引是六千一到六千二百万头 然后这个算下来的话可能就是说今年 今年大概可能归母近利在在一百三十五亿左右吧 然后嗯这是这是这是今年的一个利润情况 然后对于猪价的这个判断 基本上可能可能跟之前的update一样吧 然后没什么更新 嗯对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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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别的也没有什么太多更新了 对嗯然后啊对然后让我靠一下苹果嘛 然后苹果就其实你看它的股价走势图跟S&P500的基本就是没没少两样 就是没什么不同就是大概就是大环境啊就觉得经济不好啊 然后当然苹果啊然后品漫不好 然后当然iPhone Pro 14虽然说你要排队排了很久来买啊 就是大家那个需求还在 但是其实没有没有想象中的特别特别好 就是Pro Mac是好的 但是对于整个14 Pro的那个Traction房间 这个Market是觉得说并没有想象中的亮眼 然后当然就是苹果是这两个月比较糟糕 不是糟糕吧就比较惨的 就是它的产业链这个那个镇庄那边的厂 有一些就是lock now啊这样的一些issue嘛 但是大家都觉得说郑州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可以在月底 或者说二三年这样恢复到其原本的情况 所以就其实说二二年底或说二三年初的收入会受到 因为Supply Chain这方面会受到影响 但是过后就应该会恢复到在二三年之后 就是当里面recover了 Supply Chainrecover了之后就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基本上是宏观因素比较多 然后在海康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update 就是说就某个update就是说 它想拆那个海康机器人上市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催化剂吧 对然后其他的就是跟着宏观的 现在可能整个中国的narration 就是变成economic growth了 大家觉得政府可以说在二三年发力更多的财政预算 来发力这方面安全的这个推广 就是所以这个小小的复苏了一点嘛 就是那个股价对 然后再回到整个小组 就是二三年的一个play的一个plan嘛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看的是 China reopening这样一个team 但是从当然外界来看 因为现在不在国内 大家如果什么input也可以说 外界来看的话 现在就是reopening就是一个跑不掉的一个team 但是怎么个reopen法还是比较复杂 或者说complicated的 大家都就是这方面 我这边是觉得说 应该比较significant growth 或者说消费者数据会更好看 因为十页的消费数据其实不好看 然后能够pick up的话 可能也得在二月年 就是新年结束之后 因为现在疫情还是那个case还是比较高嘛 大家也不是说特别想要出去做做啥的 所以是想说二月之后 那整个growth才会看得到比较明显 那整个consumption的recovery 它其实也是会有一个sequence嘛 就是不是说大家出去就花花花什么 什么什么就是各种大量的消费 会有一个sequence 然后如果我们去看CRSA 他们CRSA做的那个调查调券的话 就是第一个当时dining out 然后跟travel嘛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这方面可能 比如说像美团啊 还是一些旅游方面的股票 可能已经开始在price in了 所以他们也是会第一个会 就是the first beneficiary嘛 所以就是也不会说特别去关注这方面的赛道 然后每小组会更加注重的赛道 可能会有跟she economy比较相关的 尤其是cosmetics 然后还有运动服饰 然后可能还想看一看博彩 然后还想看食物这方面 然后第二个是第二个play 我在这是我个人在想的是Japan reopening 就是因为我上前几周去了日本 参加了那个野村的那个conference 觉得其实日本有很多 因为我现在发现整个proporio都很China based 就是整个无论是我的小组 还是其他小组看的赛道都好 都是很China play的一个赛道 然后其实日本也有好多一些公司 它的dividend yield很高 相当于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说 它是会贩 就是它所挣到的钱 是会回馈到投资者身上的 然后它还有这个inbound tourism的game 也许两年之后 当中国正式开放之后 那可能还会有更多的outside 然后这方面也是 比如说像美妆啊 食物啊 雅库这些方面 其实我个人会比较想要去看 这是大概一个明年的plan 这个就是消费的整个报告 就会报就完毕了 好的呀辛苦 那我再多问 像戈尔这边 他丢了苹果的单子以后 对你们对他的 我看到你们是下调了 他的那个盈利预期吗 那估值这边有影响吗 估值就是之前可能给了个 拍了个PE嘛 拍了个可能高于22到25之间的 这样一个PE 但是现在给就是一年之内 给的拍的PE是拍了个 他五年PE的低位数 平均的低位数 就是-1 sanity deviation 给了个拍了个16 所以整个估值应该是在26块 就是一年之内 我们希望他至少能够 恢复到这个量 但是比如说所谓的 我们长期看好的AR智能 AR VR这方面的 你觉得投资者目前 对这方面没有太大的appreciation 当然同时也是要看 就是Facebook那方面确实 product全部都还没有出来嘛 得到23年之后 就是下半年之后才会出来 所以我们觉得投资者不看 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是把整个这样的预期 调到25年 希望这方面能够渐渐的被priced in 然后整个股价能够跑起来吧 那边拍的是25倍 25年拍的是25倍 对应的是25年的PE 25年的APS OK了解了 那我再问一下凯商那边 就腾讯医院你刚才也讲 就最近业绩很不错 然后我看到你们还是考虑 像最近把它卖出 你们对它的那个估值 和之后的引力 有什么预期吗 觉得这个是一个 这次的表现亮眼 是一个可靠的 一个之后的signal吗 还是它这是短暂的 一个亮眼的表现 其实我们小组内 对于这个的话 还没有做非常细致的一个讨论 因为我们也没有预料到 在这个月内 这家公司的一个变化 会有那么的多 然后我们之后的话 会再详细的讨论 当然我自己看到来的话 我觉得腾讯音乐的话 还是比较有 就是还是有潜力的 只要它能维持 这个用户的一个增长 然后我个人的话 是觉得这个价格的话 是觉得比较合理的 所以我会在这个价格 稍微的话去 就算去持有的话 我也会先卖出一些 然后看之后 会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再去入场 然后我们再去研究一下 好的了解 那我这边暂时 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看同学们 还有什么其他 关于刚才的汇报 有什么想交流的 或者疑问也可以 现在都提出来 财旋 这边的话 就是戈尔那边 我看到一个 二三年 就是戈尔业绩 都会有一个回调 那个回调的话 它的驱动力 是来自于 主要是来自于 整个VR AR 它有那个gaming 就是它有 PS5的整个产业链 生产线 然后当公司开始 是品牌 开始推VR跟AR的产量 的时候 那这样的这方面的产量 跟收入就会提上来 然后当然还有华为 这种智能手表 这方面 基本上都是 Smart Smart variable 这块来提上来的 对 然后我这方面 就是整个Apple Pro 在整个营收 这方面 就是都是华为零的 就是完全没有考虑说 到25年的整个 Apple Pro的那个链 它会回来 相当于比较 所以都是集中在 游戏跟华为 这两块 游戏华为跟VRXR 就是Pico Oculus Quest 对 不过VR这里的话 目前没有看来一个 比较好的 因为我对这个VR 目前的话 还是处于一个 可能技术创新的阶段 对 就是你背后的话 你是觉得说 可能未来 这个增长会比较好吗 还是 就是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看游戏的话 VR就是VR游戏 或者说都是 或者说Web3 都是未来消费品牌 或者说有型品牌 必须要进入的一个趋势 以及对于Meta来说 都是一个 它个人品牌 想要转型的一个重点嘛 所以是觉得说Meta 它不会去 就是这样的阵地 然后因为 就是恰恰 因为其实很多品牌 都是刚开始 打这样的阵地 然后二三年 就是本来是说 今年会打起来 但是因为会有 有这样的宏观 不确定因素 然后整个Growth 对于Tech Company 都不太好嘛 大家都在采认 但是它除了VR 就没有其他的 发展方向了嘛 我觉得对于造车来说 VR对于这些Tech Company 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然后自己也是 在大力地在发展 Pico嘛 甚至Meta 这方面还 就是现在还比较乱的时候 也在发力 所以我是觉得说 Growth 作为最大的供应商 它暂时没有 二供的危险 因为量还不够大 所以它在二三年的 整个二四年的 前景会是比较好的 嗯 那想问一下 那个日本那里 是不是有什么 具体的投资机会 因为刚才有提到说 是美装 就是能不能详细讲一下 嗯 就是如果你看看 日本的话 其实它又 它前是疫情爆发之前 它其实 有20%的整个 Revenue exposure 就是说美装这方面 它其实都很依赖于 外国游客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inbound tourism的revenue嘛 然后 那有些表 就是说 看了像整个revenue 跟price correlation 跟那个 foreign investors 做一个correlation 你会发现 像美装 啊 real way 或者说所谓的 啊 日本的Disneyland 这种 听胖 其实他们对 对于整个 inbound tourism的 sensitivity都蛮高的 然后现在的话 是暂时是 因为中国还没有开放嘛 所以你看不到 那个中国influx 这样的一个 earnings 或者revenue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看的话 那你其实 等之后 可能过个两三年 如果整个 中国开放的话 那整个runway 其实是还有机会 在跑的 然后我自己是去了日本 就是尝试了 他们那边的东西啊 什么的 就觉得说 他们的品牌 其实都是很quality的 brand value 然后其实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跟其他公司 可能中国的公司的play 不太一样的话 日本的play 什么dividend yield play 就是他的那个dividend yield 会比较高嘛 就是他的growth 可能没有像中国 那么好看 但是我觉得 在明年大环境下 可能投资者会更加value 能够给你cashflow的 一项那些company 嗯 dividend yield的话 原因就是在于说 可能他们的 他们就是cash cow嘛 就是钱 就是real business 然后就是前进来 就能给dividend yield 你会发现其实就是 如果不看 如果你不去看consumer的话 你去看那种machinery play trade play 或者说energy play的话 他们的dividend yield 都可以不到8% 哦 就是很好的一些 就是可能估值上 会比较贵 那你要各个公司去看 我觉得是一些 蛮underappreciate的一些 common 嗯 嗯 那可能日本的 高新技术有了解过 就比较好奇了 这个问题 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 啊 出了这种 中国相关的一些产 哦 给我想想啊 嗯 就是可能聊了一些 做 做什么呢 做insulator 做semicron company嘛 但是他们会 他们的主要需求 就是你得看 美国那方面的需求 比如说美国的inflation act 他想要把整个 产业链从中国 撤出搬到美国嘛 那日本作为美国的 算是比较 偏向美国的 企业公司的话 那他可能会 因为这个事情 去made and feed 但是你得看 他在中国这方面的 revenience 会差多少 啊 哇 我觉得技术是在那儿 但是就是 很多都是看 啊 半导体的play 然后当然 很多投资者也在看说 明年半导体的回归吧 这是我听到了一些 房间人的消息 但是我不了解 整个半导体行业 只是说很多人会说 明年半导体会跑起来 啊 会有一个 semicronic cycle 但是我这方面 我不是很懂 你可以去 就更多了解 就可能更多会受制于 政治啊 这种层面 比较宏观层面的一些问题 嗯 其实就是 大家觉得 今年半导体 已经被打得很惨了 就整个 inventory在 bestalking啊 这样一些level 然后等到明年的话 当然需求起来了 整个工需 工需的那整个 relationship 比较平衡之后 他们的那个 估计会跑起来 就是很多人在 在在看的一个play吧 中期 嗯 嗯 要接 谢谢 精彩 OK 看其他同学 还没有什么 想要交流和提问的 我一个问题 就中期你还打嗝 对于历史这个汽车 组装这一块 做过长期的逻辑 啊 你在吗 呃 喂 啊 对 就我一个 一个 因为我不太了解 汽车的产业链 但是我 最基本的了解 就是说 就是这种 走ODM OEM的 它得有很大的量 它才能够 嗯 就是所谓的 达到那个所谓 economical skill 然后它整个 margin才能够 才能够 领化它的call 才会有 比较漂亮的margin 然后第二点 就是说 它需要跟 厂家有 很紧密的关系 然后紧密的关系 然后所谓的 它的厂家 它主要服务的是 国内的呢 还是国外的 这是我对于 立讯的 这个两个的 一个concern 他目前这个 整个制造 这一块 武力界 应该还是 齐瑞在负责 齐瑞是比较有 这个ODM 和这个相关经验的 公司持股30% 然后主要还是 给它提供 带动它一个 零部件的一个 元器件的一个带动 那么未来呢 体育是主要做制造 然后跟 跟 是跟立讯 拿货什么 对 应该是这样子 它是主要装汽车 然后 零部件 肯定是拿 拿立讯的零部件 都是核资厂的 怎么可能再拿别人呢 因为这个 我不太好说 因为就是有一些 就是很多这种 走ODM的话 它可能会说 会去品牌 去跟ODM说 我需要你从哪呢 去source 这样的一个零部件 就是 至少运动服务 是这样的 就刚刚提的 那个 哥尔其实也是 因为没有用 苹果指定的 好的 所谓的零部件 所以就 就被 被摘了 所以就比较好奇 这整个 关系是怎么样的 是 奇瑞可以自由地选择 怎么去source 它的零部件 还是说 比亚迪 会去跟他说 我需要你去从某个厂 source 这样的零部件 嗯 我理解的话 应该还是 主要是出自立讯的 就 还是 还是那样理解的 就 你 我是持股 30%大股东 我不可能说 那 那 如果你对我的 这个产品 产品 你信不过去 你干嘛 跟我一起做呢 就是我信的是 奇瑞的制造工艺嘛 不一定信的是 立讯的 零部件嘛 啊 是 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我粗浅的理解是说 比如说 奇瑞帮比亚迪 就是 assemble 他的那个组装嘛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吧 嗯 然后奇瑞跟立讯拿货 就是拿那个零部件 我只是 concern在于 比亚迪 会去跟奇瑞说 我指定你 只能用某某某些厂的 或者说立讯的 啊 领部件 还是说 啊 李 奇瑞他可以自由地选择 只用立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哦 明白 嗯 这个问题可能 确实还是有 因为确实要听品牌方 那么 现在厂子没建起来 我这块也 也确实是有这个风险 当然 我觉得 就是 看好公司长期价值 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的管理能力比较优秀 嗯 复盘 复盘公司的那个历史的几次增长啊 就是呃都是通过收购来实现的 包括说过昆山联涛 通过2014 2016生活可穿戴和升学 还有2022年进入模组和组装 嗯 这都是通过收购来实现 但是他在收购过程中 他是没有 他收购的都是那些经营 不是很好的公司 商业是很低的 所以说 嗯 公司看好他 公司收购的 玩意主要是 就是把自己的管理能力 呃 传播到 他被收购的这个标的 上去说 就是我 我理解 我相信公司的自身的 呃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资料能力是非常优秀的 呃 所以也是能够在这个 相信他能够在这个企业零部件里面 呃 站到一个卡位 另一方面呢 就是另一个管理能力的体现呢 就是这个公司啊 呃 虽然是公司在里面 但是大股东也是都会在里面的 呃 就是包括之前公司几次收购 像呃 上一次的这个组装 呃 是六三十三亿元的一个投资吗 呃 公司上次公司只出了六只出了6个亿 然后剩下的二十多个亿都是母公司去除的 并且在利润分配方案上的 在利润分配方案上的就是超过三个亿的 零利润都会给到上市公司 所以说在对上市公司股东负责的方面呢 我觉得也是做的比较好的 另外呢 另外呢就是包括像这个AirPods业务了呃 像一开始一开始大家都知道他是给音乐打的折腾一年 呃也没几个良品率的问题 包括都是很多都是自己 就是自己从基本上 就是从一个非常差的一个底子 从别的公司非常差一个底子往上做的 所以我也是通过通过历史公司历史发展呃 相信他能够在这个汽车领域取得一定的成绩 嗯 但就是就是对于公司这个汽车业务来看啊 确实未来包括是竞争啊 呃各种方面是存在蠻多不确定性的 但是说公司历史的那些业务哪些不是这样的 嗯对主要是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看好公就是对公司的管理能力还是比较有信心 这是他的那个长期的那个呃 长期的逻辑 当然了公司呃就是因为他这个业绩是一波一波的嘛 呃一波一波的 所以说波动也是非常明显 而且因为这管理逻辑也是非常的抽象 下一个爆发点在哪里 他的也说不清可能要很久 可能两三年四五年都有可能 这个是说不清楚的 呃所以之前说的按照短线的逻辑来操作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公司确实是有长期逻辑的 嗯这是我对公司的理解 你的长期是指的三年吗 短期指的是一年吗 嗯 长期就是长期就是就是我相信公司他 他的优秀的管理能力是最终是能做出来的 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不确定 三年五年都有可能甚至一直在那里憋着 嗯都有可能 确实是有不确定 但是我是相信他能够呃做起来的 好 谢谢 啊那还有那个airport是呃确实是这个样子 就是本身公司的那个东西也很大 我看的公司我觉得历史最近涨应该是因为 整个行业在 是11月份吧那块应该是整个行业在变好 或者呃有一点那个炒开放的意义 当然还有场儿戈尔的胆子这个无法会 这个对我我觉得那个专家说是对的 就是确实不会带来多少印象 大家买这个公司也不会因为说他有他有基业务在你买 嗯对是这样的 谢谢 OK那看我其他同学还有没有想要交流的呢 啊最近确实就是我们这边就尤其中国大陆这边吧这个防疫政策也有一些变化 但是呃整个整整体的这个市场环境和经济来看呃就我个人这边观察角度来看还是不太明朗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放开政策呃实施以后其实能很直观的感受到呃这个市场里的经济活动没有想象的呃那么的活跃 然后大家大多数还都是一个观望态度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也可以就是呃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比较谨慎的态度还是比较正确的 大家可以再去观望一下明年年初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来做决定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政策这方面还是不断在往开放走 然后呃我觉得高层也都意识到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紧迫性和重要性 然后未来还是预期会有一一系列这个利好政策出台 但是具体的这个落地以后效果如何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观察吧 嗯这是我这边对目前最近这个情况市场情况的一个观察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那如果大家对今天以上的这个分享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内容吧 呃也是我这边就是呃在呃因为这边也到年底了 我这边就是这一届的CIO的任期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然后经过跟呃就是管理委员会的同学们 还有就是Shia Tiffany那边的一个交流和讨论吧 我们决定呃推选瑞翔同学来担任我们这边的下一任的大中华区的CIO 然后也进也得到了瑞翔同学的这个同意 那么下面我们就呃 让瑞翔同学来给大家讲两句 然后说一下他之后的一个规划吧 让我们来欢迎瑞翔同学 好的嗯首先当然是想谢谢张凯学长 还有Z Cloud管理层 还有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呃给予了这个机会 呃就是去担任CIO这个位置 嗯CIO这个位置的话 我感觉他背后的责任可能要远远大于这个头衔本身了 当然嗯我做这个位置的起心动念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服务大家 就是协助大家在投资这条路上走得更顺利一些 所以说嗯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这边长话短说吧 就有几个点就是说可能对于未来的一些看法 嗯可能第一个的话就是在大众化区域这边建立一个 更加系统化的管理制度和投资体系 当然这个制度的话不一定只是一个纸面上的东西吧 它可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现在周期电信小组 现在在用的一个呃Notion的一个系统 呃当然这个系统目前其实它也是有待完善 可能大部分中国小伙伴可能对这个东西 可能不太熟悉 所以说如果后续合适的话 我觉得会把这个系统现在我们小组现在在用的这个系统 推到我们大众化区域上面 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说嗯就是我这边可能会更多扮演好 呃你带这个角色吧这边的话更多会去倾听 我们会员们的需要看有什么能够给予我们呃帮助的 然后我们管理层这边的话会尽量给予更多的支持 然后最后的话可能就是更加的去鼓励 还有度出一些呃更多的私下交流啊还有线下交流 就是可以交流下股票投资逻辑啊或者是投资研究心得等等 就是一起在投资路上收获成长 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交流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club的一个初衷吧 对所以第三个点的话就是会尽量在交流上多做一个推广 这样子嗯最后的话就圣诞节快到了 所以这边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这样子以上 好谢谢瑞翔同学 然后也我们也相信在你带领下 呃我们的大中华区的这个投资组合可以越来越好 然后也希望呃同学们就像瑞翔同学刚才提到的 大家可以在呃多多的积极的互相交流 然后互相呃各取所长吧 然后也谢谢大家在过去这段时间啊 对我工作上的配合 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呃那呃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然后最后有两个点 一个是呃瑞翔凯生彩旋 你们这边把今天的PPT等会 会后结束之后都发给我一下 我这边来汇总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呃麻烦三位在跟各位小组成员确定一下 大家看谁在使用企业微信的时候确实是有困难 像财神这边登陆不了的 然后呃麻烦都跟那个Parsis那边再联系一下 确认一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呃今天的全部内容 然后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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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meframe 再见 grass